花蓮市長薇嘉賢在教師節前夕特別前往學校執政精心準備的禁師禮 希望藉此向中年辛苦培育學子的老師們表達最高的禁欲 為了感謝教職人員辛勞 花蓮市長薇嘉賢特地選在教師節前夕 來到駐強國小執政所有老師教師節禮勸 市長薇嘉賢表示 教師節對老師家長及學生來說是一個相當重要的節日 也希望小朋友在學校努力向學 以感謝老師不持辛勞的教導 老師的職業真的非常非常辛苦 從早到晚 而且對於每一個孩子每一個家長 都必須要了解到每一個家庭的一個特性 也要對孩子來應財施教 我們更希望說未來更多的孩子更多的家長 都能夠尊敬我們在教學上面的老師 也能夠放心放手 讓每一位老師專心來讓我們每一個孩子都能夠變得更好 也謝謝老師過去的付出 所以我們特別到我們每一個學校來發放我們的一個教師節禮券 民政課長潘唐勝表示 花蓮市公所今年籌編購買1135份的教師節禮券 將會在教師節之前送給花蓮市境內22所國中小學以及私立幼兒園的老師 常常得到市公所的一些經費的挹注 包括文化局的展演或者是正月團 客語心傳班等等 所以我們也非常感謝市長對於我們全校的師生 所有花蓮市的小朋友都非常的照顧 市長為嘉賢強調教師節只是一天 但老師陪伴孩子學習卻是全年無休 希望每一個孩子都能遵事重道 並將這樣的精神傳遞下去 教師節快樂 記者徐立芹 花蓮市報導